仔細打包後開始搬運 有從事貨運業的網友看不下去 分享這篇發文 直批說這是貨運界的悲哀 忙半天賺八百 簡直就是侮辱人 不少網友也搖頭紛紛留言表示 扯辭都不夠了 要PO文者自己慢慢找 有人則說難道是美金嗎 回頭再來看看這篇PO文 要搬的兩個西藥櫃 一個長360公分 一個270 總高有240公分 體積都不算小 專業的貨運司機說 這樣的開架簡直是開玩笑 出道車少說要1500到2000 而且兩個大櫃子 一個人根本辦不了 等於說要搬這兩個西藥櫃 少說要三個人 人力就要4500元 然後運費跟油錢 還有司機費用算3500 這一趟最少就要8000元 PO文者卻只願花800塊 連一般民眾都很難接受 到底是不是PO文者少寫了一個零 讓8000成了800不得而知 不過如果真的是只有800塊 低於行情價實在太多 這一趟搬運恐怕沒人會願意 華視新聞劉涵盛秋君評曲 富杰林玉哲台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